作词 李宗盛 新勇歌户以2742018年10月30日 一边一国连线办公室公布2018年议员候选人第三批次 台中初步推荐名单 永帝一边一国连线主张台湾中国 一边一国极扁暗示政治事件应与平反 一边一国连线是理念的结合 不是政党也不是派系 更不会令组政团 连线成员权力支持民进党提名县市长候选人 延续绿色执政 小永一边一国连线纯粹是理念的气和 面对中国的文公武下 以伤为政道 不止节节进逼 更是清门踏户 变本加厉 但台湾人民不是被吓大的 人民的力量无限大 一边一国的声音更是压不扁 关不住 阿扁特别呼吁 在年底的选战中 集中选票权力支持一边一国连线的议员候选人 用民主的选票守护国家的主权 坚持司法改革正义绝不休止 为台湾证明 为台湾国家正常化扑桥开路 是为蔡政府的有力后盾 台中是一边一国连线16位 吴敏纪第一选区 杨典中第二选区 张家安第三选区 温美春第四选区 周永宏第五选区 张亚明第五选区 陈淑华第六选区 河文海第七选区 陈朝荣第八选区 范松玉第九选区 江兆国第十选区 邱素珍第十一选区 和敏辰第十一选区 蔡耀协第十二选区 蔡耀协第十二选区 李天生第十三选区 蔡承辉第十四选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蔡耀华